先來關心熱血的黑暴棋 全國高中棒球大賽 二十八號進行了最終的冠軍戰 桃園平鎮高中連續五年 對戰新北古堡家商 雙方是相互拉鋸 最後的古堡家商的捕手 在棲局下半發生了再見爆傳 讓平鎮跑回了制勝分 平鎮也拿下了本屆的冠軍 並且完成了黑暴棋 史上首度的三連霸 第九屆黑暴棋 全國高中棒球大賽 桃園平鎮高中 在最終局棲局下班 套著新被古堡家商捕手的爆傳 逃回了關鍵制勝分 奪下本屆冠軍軍 未免軍平鎮一開賽 就面臨了古堡強力挑戰 古堡第二局各共下一分 但平鎮也不是簡單角色 二局下就加倍逃回來 平鎮連本帶利攻下了四分大局 反倒以四比二取得領先 但是古堡家商也不是吃醋的 三局上就再搶回兩分 再戰成四比四平手 雙方拟來無望 來到了最終局七局上半 平鎮還領先一分 但關鍵的最後一個出局數 就是抓不下來 古堡跑回蓄秘的追平分 緊接著下一棒的串連左也安大 外野手很快就接到了球回船 但是古堡三類指導教練決定 堵一把 這下子要換平鎮高中 要拼本蕾的攻防 哇 奧古堡 古堡的支撐分就在本蕾幾步前 就被觸殺出局 雖然古堡教練領隊一度抗議 平鎮不受站位阻擋 但竹神仍然維持原判 出局 成功阻止了被古堡超前 勝利女神也轉向平鎮這一方 看一下 在三類側 中場平鎮高中就新的六比五 打敗了宿敵古堡拿下冠軍 平鎮也完成了黑豹棋 史上首次的三連霸 也是對史第六座的黑豹棋冠軍 華時新聞 楊一家 楊智福報導